你要向谁告白 向我的父亲 需不需要在告白之前先 把这个行头给卸下 我怕 我拖下来会让大家心情不好 刚刚的那个特别欢乐的心情 突然一下就没有了 我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伙介意他出来吗 好 那大家不介意我也没有问题 行 来个工作人员帮想忙帮他出去 身上的衣服 我们掌声再鼓励一下他的勇气吧 谢谢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的张磊 今年26岁 来自千龙江省鹤岗市 我从小得了一种怪病 它叫做碎骨病 刚刚我不出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看我的胳膊已经弃行了 所以 变形了 对 我怕出来以后 大家会看到了 刚刚那个特别快乐的心情 一下突然没有了 不会不会 我们只会从心里边 涌起鼓敬佩 其实大家也都能看到我 因为我和常人不同 比如说刚刚 我从那个为止到这儿都不能自己行动 26年了都是我爸爸一个人在照顾我 我每天吃饭上厕所 所有的事情都要由我爸爸来帮助我完成 拿纸来给他擦下额头的汗 自己可以吗 可以 他擦发汗都很困难 因为他这个肘部的关节是变形的 不像我们可以这样 他要这样 你妈妈呢 父母离异了 因为小的时候 对 那你们家里的经济来源 主要来源于父亲 我和我爸现在的收入就是只低保 再有一些就是 我可能偶尔会接一些小的演出 你有工作吗 我现在没有工作 但是我正奔着这个 从事的这一方面的行业 就刚才的这个表演 表演和唱歌的这个行业 你还会唱歌啊 对啊 那你给我唱一首 当然可以 来来来来 听一下 我知道他不爱我 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 我看到了他的心 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 他的回忆 清楚的不够干净 我看到了他的心 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 他不爱我 情惯如此 他还是迎走了 我的心 谢谢 你很难相信 这样磅礴的声音 是从这么小的身子鼓里发出来的 唱得真不错 这也跟锻炼有关系 真的 你平时在生活当中 不跟父亲表述自己的感激之行的吗 主持人 您跟您父亲说过 谢谢之类的肉麻的话吗 我没有跟我妈跟我爸说过 我爱你 但是我跟我父亲会搂着肩膀说话 这个就是男人之间的这种调答 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的目的就是想说 其实男人之间也可以有真情 就是既然爱 那就大声地说出来 来自黑龙江的张磊 从小身患严重的脆骨病 为了能将儿子照顾长大成人 张磊的父亲 舍弃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爱情 单身带着儿子 举步违离近的生活26年 为了感谢父亲26年的养育之情 张磊独自来到告白的舞台 希望大声说出对父亲从未表达过的爱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开启告白这门